又到了學期末 光復中學設計群舉辦成果展 包含廣告設計 多媒體設計 以及室內設計等三個科的學生 總共端出高達19組的作品 樣樣精彩 這一些我們都看到孩子們的 在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也覺得 也謝謝孩子們 這一段時間為了做這個專題 非常的辛苦 那麼我們也謝謝老師們 很辛苦的指導這些孩子 那我們也很高興的看到 孩子們在這三年的成長 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青女 就是青春的女的意思 那其實在學生他們青春花樣年華 其實他們在做一個 執行一個專題製作的一個過程之中 其實他們也會是互相學習 互相激盪 才有今天的成果展 的這麼好的一個作品的產生 那其實我們回到青春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個 比較容易有一個初心 那其實也是把這個初心的概念 帶到他們設計的概念裡面 設計群的學生需要的是豐沛的想像力 以及合作無間的團隊合作 有的學生鎖定經營一夾子的麵店 為店家製作整體視覺規劃 讓老店患然一新 也有團隊希望倡導健康飲食 動手設計做料理的商品 看上去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我們名稱叫新時代 我們的概念就是 就是對有機的懷疑 就是有機真的是健康環保嗎 還有我們外食者 為了外食者而設計出了一系列的桌邊商品 讓他們在居家料理的同時 也能夠選擇有機 無機還有自己的健康 像是飲食餐和健康的 然後還有一些居家料理的儲具組 以及可以就是幫你們整理了 健康的食譜還有處理過後的食材 室內設計群的學生作品總共有七件 他們強調的是功能性 學生團隊把目光焦點放到海標 設計提倡海洋生態保育的美術館規劃 呈現新竹的在地特色以外 更具有教育意義 我們主編名稱貪婪 是以較為負面的貪婪二字轉變而來 貪指的是海灘 但也一指人們的貪心 藍指的是未來的大海 那我們的標準字是 以海洋的元素結合幾何圖形去做法想 以波浪的線條結合氣泡等去做設計 那因貪婪兩字筆畫眾多 所以我們為了簡潔俐落 我們才簡筆畫設計 為了完成專題作品 學生團隊一起討論 一起合作 最後的成果一口氣 呈現在來訪的家長與貴賓前面 這些都是學生們偶心力鞋的作品 也是他們在青春裡留下最寶貴的成績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